2020年7月11日 7月11日圣本督纪念尼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 徒弟能如他的师父一样 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 也就够了 马逗福音10章25节 分享 耶稣清楚知道这世界已被魔鬼污染到成为黑暗势力当道的警方 因此他提醒门徒要准备去面对他们的迫白 因为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邪恶势力当然希望消灭正义 门徒要宣扬天国喜讯 承认基督的王权 做耶稣所造的 做光明之子 揭露罪恶的丑陋 宣布相信天主 主子耶稣就获得自由 脱离魔鬼的控制 有不犯罪的自由 有行善的自由 有公开真相的自由 有甘心为意而受苦的自由 有完全信靠天主的自由 有承认主耶稣和天父的自由 耶稣也警告门徒 黑暗之子 冤枉耶稣是魔王贝以侦报 随意用方言去抹黑他 门徒的命运也不会好过 也必然会被屈辱和陷害 耶稣的门徒所受的苦和困难 绝不会超过基督所遭遇的苦难 但耶稣保证他已给予我们 足够的力量和权柄 去造传福音的事业 且他在暗中给我们说的 就是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 耶稣在我们心中说话 在我们向他祈祷时 他的圣神向我们启示 当信徒在耶稣内团聚时 耶稣就在团体当中 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同心合意地以信德 去作证天父的义德和爱德 马逗福音十章二十四至三十三节 圣语第九十三篇称众上主为王 极具尊威 天主结证了耶稣二雅先知 于是他回应天主的恩典和召叫 接受天主的派遣 宣扬天主的正道 不具派任何艰难和苦难 耶稣二雅先知书六章一至八节 天父 你使圣本督成为结出的导师 为我们树立了祈祷和工作的榜样 求你帮助我们听从他的教导 热成地事奉你 遵循你的戒命 爱你在万有之上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亚孟罗伯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